记者邱淑玉新北报道,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贞昌今天一早前往银歌区参加原住民传统射检比赛,向现场的原住民用母语加油打气。 苏贞昌致辞中说,党上新北市长后,蒋洛时提出的原住民证件,更要结合劳工局、原民局替原住民找一份适合的工作。 活动中下注大雨,立法委员陈莹、苏巧会一同到场替原住民选手加油。 苏贞昌说,射箭比赛不仅是必须,更是传统的延续,答应新北市原住民当上市长后,会打造一个好的场地,举办射箭比赛让全国的原住民前来参赛。 每年的年纪,原住民回家都相当不便,苏贞昌承诺,上任后安排返乡专车,并且给予补助,同时,也会让劳工局和原民局能有更精细的工作媒合。 当选市长交给我来办,让台下的原民相当开心的拍手叫好。 另一方面,苏贞昌制作面膜的文宣品送给陈莹孝说,身体要骨,面皮也要骨。